美国总统拜登与国务卿布林肯一起走入会场 宣告第一届民主峰会节目 就在拜登打招呼的瞬间 大荧幕上秀出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头像 成为与拜登同框的罕见荧幕 萧美琴和超过100个国家地区的领袖或代表 针对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 展开讨论 这是作为大陆一带一路盟友的巴基斯坦 尽管在峰会的受邀名单上 这次却无预警缺席 摆明了不给美国面子 拜登话说的明白 民主国家的挑战就是独裁政治 似乎有意无意将矛头对准中国大陆 毕竟在民主峰会举行的同时 英国民间法院也召开维吾尔族法庭 法庭表示他们发现 北京政府大规模攻击维族宗教信仰和强迫解狱 还莫名囚禁上百万维族人 因此判决 北京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罪 还呼吁联合国加以追究 只是英国法庭也承认 他们对大陆政府没有管辖权 所以只能透过判决 希望引起民主国家承认北京正严重侵犯人权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